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当修正结束后 大盘开始反攻 法人会强力作涨的股票 法人会强力作涨的股票 这一次全部股票都跌很深 当跌很深之后 个股要强 你如果是跌升反弹 当然另当别论 那如果要大涨 要有特定人下去拉台 所以并不是说股票都会有特定人 尤其要有法人买盘的 一定要有一些 比较特殊的关键 那比较特殊的一个重点就在这里 业绩大好 股价大跌之后 外资还在高持股 而且 几乎都没有卖被套下来的 所以这样的组合 就会开始 外资会优先拉高作涨 所以礼拜六的讲座 我就要跟大家谈这个东西 我就要跟大家谈这个东西 那还没有报名的 你可以优先打一下 进来报名 报名专线02 2392 3988 02 2392 3988 好 这个等一下再来继续跟大家谈 我们先来看一下加权指数的部分 今天大盘一开盘之后 开低就走高了 昨天美国股市还是杀尾盘 倒重尾盘跌了545点 早盘都还一直OK 倒尾盘又杀低下来 可见得市场还是没有稳定下来 欧洲股市的部分昨天也是下跌1%多 今天亚洲股市来得比较稳哦 澳洲南韩涨1% 香港 新加坡涨0.5%跟0.3% 大陆股市刚开盘 目前还是呈现小跌的状态 那台北股市今天一开低 跌65点之后 很快就回去了 目前涨了70点 因为昨天跌超过了啦 我昨天节目里面有跟大家谈过吗 亚洲股市跟欧美股市 应该讲全球啦 全球主要国家的跌幅 在双十节跟昨天礼拜四 跌幅大概正常是2%到4% 大概2%至4%了 那台北股市跌到6% OTC跌到7% 太超过 跌幅是人家Double了 所以昨天美国虽然又跌 台北股市今天开地马上就回来了 因为昨天外资在台子期的进多单部分 一天进多单大增了10900多口 所以可见昨天外资是压低之后 从低档大买台子期 所以今天台子期一开盘之后 其实在昨天的电子盘已经在涨了 今天一开盘之后直接开高 一回来之后目前大涨160亿 所以外资也在玩两手策略啊 故意把它压到超跌 然后再反向买上来 所以今天台子期领先大盘来做拉台 所以台北股市 其实我昨天跟大家讲过 你赚不贵 6月叫你贵你不贵 双十节 中秋节过完之后 我们在卖股票 对6月份我们在卖的时候 6月份我们在做办公的时候 叫你贵你不贵 中秋节过完之后 我在卖股票的时候你不卖 到现在你再去杀低 会不会后悔 会不会太慢 我觉得在跟大家谈这个东西嘛 对不对 果然今天就出现逆势上来了 但如果依时间来看的话 今天 是下跌第几天了 我们来数 123456789 123456789 10 这已经来到第10天了 所以第10天 下礼拜还有一天 加上礼拜三台子期的结算 所个人的看法 对现在开始到 下礼拜三 这三四天的时间 就在底部这里 来来回回来来回回来来回回 反复的打底 那反复打底的时候 你不要再去乱杀低了 但重点还是在个股啦 你要赶快去找那些 被错杀 股价过低的 基本面还是很好的 准备只要一下来 你把他拉在队里面开始 你看互盘的焦点 今天银行股就比较弱了一点 今天银行股就没有来得那么好 但银行股在昨天下跌 也没有来跌那么多 那我跟大家讲过嘛 你政府要互盘 你要互什么 你要互 投资人敢买 投资人想买的嘛 你取高和寡去拉银行股 没有人要跟 那几乎是空包蛋嘛 对不对 所以你看今天的护盘动作里面 国据就开始拉 国据连续几天来 国据就很清楚 国据就 昨天就没有再破底了 就没有再破底 你看连续1234 连续这四天 甚至这五天 国据的走势其实已经很稳 这五天的台北股市是 12345 是崩跌下来的 这几天台北股市崩跌下来的 尤其是崩跌下来大概多少 大概要1000点 五天就要1000点 结果国据在大盘跌这1000点里面 其实国据是好的 国据是稳的 如果没有特定人在下面护盘的话 他不可能 这四天五天会来得这么稳 所以国据今天一开盘之后 就开始挖了 所以这支股票很重要 接下来护盘的焦点就在这里 因为被动员间一直都是市场 人气所在 你对财务就对了 六四八八环球晶也是 接下来开盘再拉盘 你看最近这四天 大盘盘要一成点 他也是跌财 这个都是很重要的一个特色 2049 这个还比较弱一点 可是跌到200块钱 这里还已经都很低了 这些个股都是焦点股 接下来后星期要做盘 整个跌势结束 我要开始做反攻的时候 这些都是你要特别注意到的地方 那包含中签也是 中签今天一开盘之后 也开始来做大反攻 中签其实这段期间一来 就除了昨天这根以外 可是昨天这根外资 还是继续加码 昨天外资卖了300多亿 会加码的股票都是不寻常的 都会不寻常 你要特别注意 所以关键的时间 不要再买购了 这里还不至于会 纵使有上去都会下来做第二只脚 所以你第一时间没有做的没关系 等下来第二只脚的时候 再来买 可是要买对才行 要买到才可以 那我欢迎你来 报名来听 我们礼拜六 欢迎报名来听我们礼拜六 的良堂讲座 早上桃园下午台北 我要跟大家谈的是 多头大反攻时候的法人做账股 尤其 一定要结合业绩持续大好 股价经过大跌之后 外资都没有卖 而且还是高持股 外资自己都被套住的 这会优先被法人锁定为 做账的焦点 我要跟大家谈这个东西 还没有报名的打断进来报名 那等一下今天有一档 强棒初级很强的个股 来跟大家分享 等一下强棒初级的部分 你用心听 好今天强棒初级 我们来跟大家分享2408的南亚科 2408南亚科 南亚科今天一开盘就很强了 那我们在今天一开盘没多久 强棒初级就跟大家分享推荐南亚科了 那为什么会推荐南亚科 你知道在这一次美国大跌的过程当中 美光是最强的 我们来看美光 道琼昨天又跌了545点 礼拜三大跌了830几点 加起来2天 道琼跌了1400点 道琼跌1400点 可是最强的却是美光 美光昨天就已经涨了 礼拜三的时候美光也没有跌 只小跌1%而已 所以连续两天道琼崩盘 美国股市最强的却是美光 那除了美光以外 那美光的强就会反映到谁 反映到南亚科身上 你看这段期间 其实这两个里面 9月10月这两个里面 南亚科走势其实都 美光走势一直都很稳的 可是南亚科却崩下去 却崩下去 那上个礼拜 三星发布第三季财报 第三季财报里面 获利创历史新高 可是主要的获利来源就是在低论 就是在记忆体 所以既然三星主要获利来源是在记忆体 它不会让低论的价格有太大幅的波动 它要保住它的获利 那这个对于南亚科来说 都是正面的一个激励 小南亚科这一次 今天一开盘之后 开个小高盘 目前已经涨到8.2%了 那这档个股 你要做强短线一两天 或者下礼拜有压回指标也在低档 下礼拜有压回 要做波段的布局 我觉得这个都是很好的机会点 这种很好的勾别 那南亚科近年没股获利 至少有12块钱 股价跌到52 北比之后多少 4倍多5倍而已 很可惜 昨天外资大卖300亿的过程当中 南亚科虽然也跌了7% 今天已经都涨回来了 可是外资在昨天 却大买南亚科3200多张 2956张 三大法人买了3218张 所以可见得法人也开始在积极布局 这档个股 所以今天我们一开盘没多久 还是跟大家推荐 强胖处级的南亚科 提供给大家短线赚钱的一个机会 那最后跟大家报告的是 礼拜六的讲座 早上桃园 下午台北 还没有报名的 赶快打算进来报名 我们报名专线02-2392-3988 我们下午见 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